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研第31章 第29节 说 才德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所以你会看到很明显 第二大点一个使徒能够有价值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拥有了新的启示 而这些新的启示才会带来恩高 举个实际的例子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除了使徒有新的明白在他的身上 对恩高的所有特性都知道 要做什么 如何做 如何维持恩高 如何保持恩高 如何活在圣灵里面 如何和圣灵合作 有什么性格之外 这些是可以说细致里面要知道的东西 就好像一个工程师一定知道如何建屋一样 他一定要知道这个工程师一定要 就是要看如果我所说的是大伴还是小伴 他关于里面的细节都一样 但是问题 第二大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有job了 就是有个启示的job了 要你建汇展啊 这样 你知道吗 所以工程师当然他有根基 当然他有这些的常识 但是问题同样他要有project才行 所以排第二 使徒原来他能够为到神的家 去拿在神里拿新的project 新的启示 好像我们教会那样 2012信息是不是新的启示 当然是新的启示 就是我们主日的信息 有多少是一个不同的题目的新的启示 而每一个启示你会知道 是为我们带来恩膏的 是为我们带来恩膏 就是说我所说的有恩膏 但是你听的有没有恩膏 你将它传扬有没有恩膏 直至到他把和 直至到神马转到另一个启示之前 这个恩膏都还在建在的 这个启示还在建在的 就是等于以前旧约的时候 回幕的启示 这个恩膏一直在的 直至到怎么样 由士罗变了去到石安的时候 你到石安才有这个恩膏 旧约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给你看到 很明显我们知道 会幕一定是启示的 不用想 但是当这个恩膏入了石安之外 这个恩膏是去了石安的 接下来没有多久 在那里就有大卫要幕 接下来就有圣殿 接一个新的启示 在这里你会看到证明 每一个时代的启示都不同 上一时代的东西 你只是做抄袭的话 是不可能拿到神的带领 或者拿到神的英语和赞扬的原因 现在你明白了 因为你只是抄袭 因为除了做之外 在神的面前得启示 得带领 得到方向 都是代表了你在信仰上面 和圣灵合作 你有信仰的某个情操 你负了某个责任 才可以的 所以你要看到 在圣经里面 被我们看到历到历世以来 根本 使徒带来的新启示 才导致我们 源源不绝有恩膏 因为恩膏根本是去加冕新的启示 这个就是为什么 仕途在教会当中的价值是远超过一切 这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 除了启示之外 唯有仕途才可以找到新的使命 OK 而事实上每一个时代 我们如果在历史里面都看到 每一个时代的仕途 都有自己的使命去完成 他的Destiny 他的定命是他完成的 而一样 每一个定命都有他的恩膏 去带来的 原因你要知道 启示和使命是不同的 他可以有 神给一个方向 给一个带领你 两者都有 但神可以给一个方向 给一个带领你 有些只是说启示 有些只是说使命 就好像使徒波 你会看到启示上面 写了书信 OK 但和这个使徒保罗去列国 不同地方去建立教会 哥伦多教会 这些不同的地方去建立 这些的侍奉 这些的使命 是不同的 建立教会是使命 但问题是他写书信 是启示 是吗 但两者有没有恩膏 两者都有 因为两者都需要 不同的恩膏 是吗 即是 就是等于你做一个王 瘦高的王 和一个瘦高的先知 你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因为两者 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使命 不同的恩膏 所以变成 换句话说 唯有使徒 才能够 为教会 带来新的使命 为什么 因为新的使命 更加需要使徒 因为很多时候 使命是要执行的 而过程执行当中 还要在过程当中 是要见证到神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每个使命 会建立一个架构 而这个架构 是会将教会当中 叫做高阶的基督徒 和低阶的基督徒 都使他有崗位 在过程当中 培养他们 拥有圣灵的性格 培养他们 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 使他们能够 结出圣灵的果子 而第四点使徒的重要性 我相信很多人 是完全没有想到 和不知道的 第四点使徒 他的特性 就是雅哥给我们看到的特性 就是他能够达到 神对教会的终极 即是终极的要求 那个终极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让教会成为恩高 他不是得到恩高 他是成为恩高 你记住得到恩高 和成为恩高是完全不同的 针研第三十一章 第十九节 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尽心尽愿有尽情 只管揭力尽心平 尚传已知 耐心中现着奋兴 尚传着你心中坚定 伴随你走险毅路径 我已踏上 没后极致使命 求能为你 求能为你 谈出生命 求能为你 谈出生命 求能为你 谈出生命 优优优独播剧场